哈囉大家好 我是祥靈 歡迎繼續回來我們小小魚兒的成長季 當然我現在已經不是小小的魚兒啦 我很懶洋洋的趴在這個海底 靠近海面的地方 因為我不太想要進到中央去 隨時可能會被咬攻擊 當然我現在是完全不怕 我現在等級是50等啊 50等啊各位 看我右上角1333塊錢 就是這一隻魚 從零等然後一直吃吃吃吃過來的 現在有50等 但是呢我發現一件事情啊 其實好像體力消耗的很快有沒有 體力消耗很快 然後你也跑不了多遠 你也加速不了多少 換句話說就是 其實雖然這麼大隻 有的時候你還是會很難追得到一些小魚 還有就是體型太大了之後 你要吃魚 好像會變得困難一點 因為你也不知道到底吃到什麼 但是像這種魚啊原本都很大 都可以一口直接把它吞掉了 完全不需要任何的咀嚼 然後 在更新之後嘛 就是這個界面跟以前不一樣 這更新之後呢 仿佛平衡性也做了一些調整吧 就是說我這個魚 升級之後啊 變強的幅度就沒有那麼大了 像那個在這個我現在是在海的這張地圖嘛 那海的這個地圖呢 它最恐怖的是那個會 有的時候會飄在海平面上的那種 超大鯊魚 欸吞到了 那一個超大鯊魚 原本我應該是在多少等啊 十多等的時候可以把它解決掉了吧 在以前啊 現在的話呢 我就是我升到了36等 然後我看到我自己的體型跟它差不多大的時候 才去攻擊它 我插最後一口要被它咬死的時候 我終於是先把它給咬死啦 滿血的時候衝過去了 所以其實它現在 呃這個小魚 沒有像之前那麼的厲害 不過倒是多了一些還不錯的功能吧 像那個一鍵啊 大家可以看下面哦 那個圓環的右側那邊有一個 ABCDE的E嘛 按下一鍵 它會說我現在沒有一個幫派哦 就是說 呃我可以呢 就是說我的同類如果說在我身邊的時候呢 我可以那個這個幫派 它就可以 應該說你找一下我的同類吧 它就可以一直讓它跟在我的身邊 然後按下這個一鍵的話呢 就可以說 選擇要它在我身邊繼續待著呢 就是跟著我一起游呢 還是說會分開行動這樣子 還蠻不錯的啊 哈哈 然後其實我有的時候就只要到這種 到了這種等級之後 好像51等啊 到了這種等級之後 真的你只要在這裡面鑽啊 你就一直點著右鍵 有的時候你就會莫名其妙吃哦 像 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吃到了什麼東西 但是我吃到東西了 隨便亂吃東西會被拉肚子啊 那這個啊 不是也是超級霸王嗎 這個 哇 他現在看到我躲到的木桶裡面去了 旁邊這個 完全 現在變成小玩具一樣啊 他們這幾個傢伙 根本就是小玩具有沒有 隨隨便便就咬幾口就可以把它給咬掉啦 哇太可怕了 真的好可怕哦 想像一下如果說哪一天 太平洋如果出現了這種海怪 海怪 對就是它的海怪 如果出現了的話到底會變成什麼樣子 想想又覺得好恐怖哦 有沒有 想想又覺得好恐怖 怎麼這遊戲變成一個恐怖的遊戲啦 這個其實根本不用咬的啊 而且大家其實也不知道我到底要咬誰對不對 然後 會有很多這種小小碎肉塊 這碎肉塊都已經變成這麼小個啦 隨便推一下 哇又升級了啊 哇塞 其實到了這個等級之後呢 應該說是因為我這隻本來就是屬於最基礎最低級別的那種魚啊 所以升級會比較容易哦 那到了這種等級 要來斬殺那些超高等級的魚的時候又特別容易對不對 那他們的經驗值也還是特別的多 所以就顯得更加容易升級 然後這個傢伙啦 這個傢伙啦 在早期好像你不管多小隻的時候他都不會反擊你哦 但是我選我這隻魚在早期想要來吃它的時候就被反擊了 然後還真的就被咬死了那一次 所以其實這個是誒我這個已經玩了第幾隻 好像是第第三隻還是第幾隻才有 哦我的那個同伴來了 不過我的同伴正在咬那隻屋賊章魚有沒有 現在可以拉 你看他會自動跟著我他會自動跟著我有沒有 可是當我到了這個大小之後很恐怖的一點是 我只要轉過身來點一下右鍵我會把它給吃了 它不見了 我不小心把它給吃了 同類相識啊為什麼會變這樣子啊 我真的不小心把它給吃了 吃了可以吐出來啊 我這個這個鯊魚呢到現在他也害怕我了有沒有 可是我很難追得上他 我按加速速度還是很慢 但沒有關係啦 因為我的攻擊範圍呢也變大了很多 我可以往前面咬的距離呢又多了很多了 然後他的經驗值真的超高 啊 你幹嘛幹嘛 喔他是那個最恐怖的最大隻的那個他居然下來咬我 你幹嘛咬我你幹嘛咬我 但是我現在呢最高攻擊力已經可以到了80多啦 我現在等級可是有52 53你居然敢來找我的麻煩 我在36等的時候就可以把你的咬死了 你居然居然在我53等的時候找我麻煩 所以很很顯然他就會被我給吃掉 那我現在是鏡頭得不斷的拉遠哦 所以很難聽到他咀嚼的聲音 因為鏡頭真的要拉很遠 不然我的體型真的是已經太大了 如果說是在 呃一般的話應該是像這樣子吧 一般在這種狀態之下 我應該就是中間小小一隻 但是在這樣的視線 呃這樣的那個什麼鏡頭距離之下 他現在變得超大隻 所以我必須要拉遠距離 這樣才比較容易看得到 不過也 也同時的讓畫面變得好像灰萌萌的很多了呀 而且我 應該有辦法跳出水面的吧 當初小小隻的時候 我試試看能不能跳出水面好了 這麼大隻的情況之下 又肥又腫 跳 跳 哦跳出來了 好恐怖啊 哈哈哈哈哈哈 欸 這麼大一隻跳出水面 那個在掉下來的時候 會見起多大的水花 想都不敢想 其實應該也不用說吧 我這個魚應該自己就會 把自己的肚皮給撞破 然後失血過多而死吧 呵呵 實在太大隻了呀 哈哈 哦動作 體力 體力根本加速不了多久 然後馬上動作很緩慢 然後馬上又無法再前進了這樣子 這下面是吃的嗎 這邊是有一個 哦那邊好像還有海星吧 我根本就已經看不懂 這個下面是有什麼東西啊 不過倒是可以隨便亂吞 隨便亂吃 會不會拉肚子啊 魚會拉肚子的嗎 真好的問題耶 那以前在小小小小小隻的時候呢 會看到什麼 會東躲西藏的這種感覺 對不對 哇這前面是小小螃蟹在這裡 哇這螃蟹已經變得這麼小了啊 螃蟹大哥 螃蟹大哥 哇我用螃蟹的那個視角來看一下好了 好像很恐怖耶 螃蟹看到我真的都不會害怕的嗎 欸螃蟹 螃蟹大哥 吞掉他 哇 哦天啊 天啊 以前小小隻的時候呢 是很憤力的那種求生的感覺 現在我已經變這麼大隻了 我連那個最巨大的那隻鯊魚都已經不害怕了 真的我36等的時候還真的有點怕他 因為36等就差最後一口會被他咬死 滿血的狀態之下 現在我才被他咬 沒機會我可以把他給咬死啦 大家看他下面那一個 我原本以為下面是一個什麼恐怖的鯊魚 結果原來是我自己啊怎麼辦 欸我現在好怕喔 我現在好害怕 我到底現在到底又吃了些什麼東西 我又不知道了有沒有 好恐怖喔 為什麼這遊戲玩一玩會害怕自己啊 變成那種 會給自己那種有心理壓力的那種 恐怖遊戲了啦 欸這真的太恐怖了啦 我 怎麼辦 我小小心靈承受不了 哈哈哈哈 天啊 只要想到說 如果說海裡面真的出現了 像我一樣恐怖的家伙 而且還會同類相識 有沒有 天啊 這這這這這 這海對我來講都已經變得好小了 這海 這真的還叫做海嗎 人家說換了位置就會換了腦袋 我現在似乎是 變胖變肥了 腦袋也跟著換了 思考完全都跟以前不一樣了 因為我只要衝過去 很輕鬆的把他們給吞掉就行了 這樣下去要繼續 搞到等級100 看來應該都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會花非常多的時間啦 只是說我現在已經天下無敵了就對了 呵呵 連這些什麼鯊魚啊 喔這邊是那個新增的那個鯊魚啊 他叫 呃他叫什麼 雙雙雙雞 雙雞雞雞雞雞鯊嗎還是什麼的 或者叫垂頭鯊吧 因為他的這個鯊魚的名字本來就叫做什麼 H& hammerhead的樣子吧 等一下就可以看到 因為那個鯊魚是可以選的 大家看到那個鯊魚現在都是被我一口就可以直接吞下去了 那還有一種新增的魚叫是劍魚喔 都可以來玩的喔 這也是一樣 直接一口就給我吞掉了喔 不行 不行 雖然說感覺上還蠻恐怖的可是 玩著玩著又相當相當的有爽感有沒有 欲罷不能 這遊戲就是這樣很神奇喔 這遊戲不能存檔 然後我獲得的錢呢下一次再進遊戲又會歸零 沒花完的話也一樣沒花完下次再進遊戲也會歸零 可是這遊戲就是會有一種 很莫名其妙的吸引力有沒有 明明就只是一個在水裡面不斷不斷吃魚不斷吃魚有時候要躲藏一下 然後到當到達變成我現在這個階段的時候就已經無敵了完全不需要任何的躲藏 明明就感覺上只是一個這樣的遊戲但是卻很莫名其妙的吸引人讓我一直不斷的玩下去 大家是不是也這種感覺 喂你幹嘛吃我的果實 那果實有錢的啊我現在不需要錢 都已經1500塊了 我想選誰就可以選誰了 不過當然 我從我的同伴啊我又不小心吞掉我同伴 又不小心吞掉我同伴 我這邊我不知道為什麼吞了那麼多東西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吞了什麼了啦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現在我的血量呢 喔這個就是鑑魚啦看到沒有鑑魚在這裡 鑑魚也是新增的喔那他的速度是有點快啊我是可以一口把他吞掉了啦沒差啦 這些鑑魚啊鯊魚啊什麼的在我還是 等級一最小階段的時候我都非常的害怕看到他們都要躲 那現在呢 還需要躲嗎 我想要再去找一隻那個大鯊魚來有沒有然後再來咬一口 再來試試看因為剛剛是被他偷襲的 現在我是想要直接去找他喔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是我所 欸你剛剛把那個肉就直接吞掉了 喂你不給我吃哇他都變得這麼小隻啦欸 他都變這麼小隻啦我把他咬死看看好了他死了他死了 哇塞 他不是超大隻的嗎 在我的眼裡 看著已經變得如此小隻啦 天啊好可怕 好可怕還有一大堆奇奇怪怪的碎肉 我莫名其妙的吃了一大堆奇奇怪怪的東西 還有這一些 看到沒有我都不知道我到底吃了些什麼東西了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這個又叫我 欸鯊魚不要走不要走哇這種鯊魚啊 這個鯊魚也是哇 就被我給吃掉了鯊魚你好 鯊魚拜拜 輕輕鬆鬆 金錢又到1659了 怎麼辦 我已經越來越無法脫離了 我好想要 我好想要儲存喔我想要把紀錄儲存下來 可是又沒辦法儲存 這遊戲真的是 讓人又愛又恨 好不容易搞到這個階段了 大家知道搞到這個階段有 其實要花多少時間嗎 大家自己如果有玩過的話 你會知道吧 像我現在到這裡的話就是要一個多小時到兩個小時了 這非常恐怖的事情 然後我們只要退出遊戲 就再也沒有啦 天啊 我在想那邊直接吞這個傢伙 我好想要變成直接可以吞到他的階段喔 直接吞他的階段應該是在等級 會不會在等級八九十的時候可以直接把他給吞了呀 天啊 好多肉看到沒有他有多少肉 直接全部都吞了 哇塞升級升級升級 又變更大隻了 又變得更大隻了 太可怕了 然後因為距離拉得還蠻遠的關係 眼前一切全部都是霧萌萌的一片喔 其實我在想能不能夠把他那個給改掉 在這邊是可以 這個是霧的距離是不是 霧的距離把他拉近會變成什麼樣子 霧的距離是不是霧會特別特別的嚴重 然後 如果把霧給拉得比較遠一點了 這叫霧的距離是100%的會變成什麼樣子 其實我感覺好像沒什麼差呀 我感覺這個霧好像沒什麼差呀 對啊 感覺起來好像都 都很灰的樣子 那我把鏡頭啊 我把鏡頭拉近的話呢 就會有感覺就會比較有差了 一切就開始變得比較清晰一點了 可是 天啊 我跟這個魚比起來 這個魚 這個魚 居然已經變得這麼的小隻了 吞掉他 我下面那邊有一排 一排不知道什麼東西了 反正我過去 一吞 全部都吞掉了 再吞再吞 竟然魚都直接被我一口吞掉了 這是我的同伴 同伴來 同伴來 同伴不要怕 同伴 我終於有同伴了 我不會 我盡量 我盡量不要把你們吞掉好不好 天啊 大家可以看到沒有 我原本就是那麼小隻 我原本就是那麼小隻啊 我現在已經變得 哇塞 這個就是所謂的海霸王了 可怕的海霸王就是我現在的這種感覺 天啊 其實我也不需要讓他們跟在我身邊 現在 海裡面呢 已經沒有任何可以威脅到我的東西了 我的攻擊力現在是非常的可怕的 繼續咬他們 但是我同伴應該會去 我的同伴應該被我吃掉了 我的同伴會去吃肉 然後就會不小心被我一口給吞掉了 哇塞 我不適合擁有同伴了怎麼辦 現在已經變成了海中霸王之後 我好像還有一隻同伴在跟著我 有了他過來了 可是不好意思解散吧 我按下E鍵 我請同伴解散 同伴對不起了 我不能讓你跟著我 這叫什麼呢 站在高處的孤獨對不對 因為我做了任何事情很可能會傷害到自己的同伴 然後在那個 最小的階段的時候呢就 特別特別的想要 剛剛我吃掉了三葉蟲 這個他還新增了三葉蟲 常常會在這個海底爬喔 在最小最小階段的時候呢會很希望有同伴一直跟著我 結果 當我不斷的成長不斷的成長 我現在已經連同伴都沒有辦法擁有了 好孤獨 好難受 好想孤 我的天 果然沒有錯換了位置會換了腦袋 換了體型同樣也會換了腦袋 看來 不能太胖也不能太瘦 對不對 這到底 這之間到底有什麼關係呢 我也不知道 這看來就是完全一個孤獨的故事啊 怎麼都是出現這個傢伙啊 我現在想要是那個鯊魚要趕快出 哎 咬到了 天啊 連他都變得這麼小 原本看起來超大塊的肉現在對我來講 超小塊 天啊 我都是可以一口吞掉的感覺我已經到達58等了 怎麼會生的這麼快的 怎麼會生的這麼快的 因為 因為那種 等級高的魚呢真的是 真的是很容易現在被我給咬掉然後經驗值又還是超多的這種感覺 這邊還有這個 這個魚都變得超小直接吞掉吧 下面好像還有 下面還有 對 怎麼辦 這個這個這個遊戲繼續下去的話不得了 這個遊戲繼續下去 真的會讓人越來越不想要關遊戲有沒有 越來越 越來越捨不得離開這一隻啊 但是 終於天還是要跟他說一聲拜拜的對不對 對不對 好悲傷 好難受 這一集已經是一個 這一集已經是一個什麼 站在 高處的 孤獨那種感覺高處不勝寒是不是 天啊 玩這個遊戲 除了你在最一開始可以體驗到的那種弱肉強食的感覺 現在已經體驗不到什麼弱肉強食啊 單方面屠殺 但是你卻可以感受到另外一種 站在高處很孤獨的感覺 怎麼遊戲這麼有教育意義啊為什麼 原來這款遊戲 看起來 簡簡單單普普通通 但卻這麼的有教育意義 這個鯊魚 在這個地方就超容易會有這個鯊魚的 但是現在我也超容易就可以把它給解決掉了 我又升級了 我已經到達等級59了 鯊魚你好 不小心一口又把它給吞掉了 我在想我到底是一口把 應該是把它給咬碎之後 可以才會有更多的經驗值吧 可是我覺得 有時候咬碎又有點太麻煩了 現在好多我的夥伴在我的身邊走 怎麼辦 我好想要讓他們跟在我的身邊 可是 我又怕把他們給吃掉了 對啊 我在這邊狼吞狐咽的時候呢 很可能會一個不小心就把它給吃掉了 我的同伴看到沒有他們在很努力的要去攻擊其他的小魚 這個時候我點個右鍵就會把它給吞掉了 我已經不能有同伴了 啊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霧太濃了啦真的很難看到他的存在然後再加上我游泳的速度 似乎又變慢了很多 但是他就在眼前看到沒有 我們的目標就是他 他現在還會主動攻擊我嗎 因為在之前他都會主動攻擊我 但我現在已經59等了他還會 會 他咬我一口是43點的血 但是我現在的最高攻擊力咬他一口 107點的血了 我看你還要怎麼攻擊我 拚了老命的就是吃掉他 居然還想來找我麻煩 等級60了 喔 喔天啊我現在其實 其實我剛剛我原本一開始是想怎樣 我原本一開始是想說給大家看一下等級50的感覺 是怎麼樣的 但是我現在等級60了我還完全不想要離開 然後我想要去選另外的魚 因為有其他的魚可以用有劍魚啊對不對 什麼的可以用 但是我現在完全不想離開怎麼辦 好了眼前又出現這隻了現在試試看我等級60他來 是不是會主動來找我麻煩呢我現在完全不怕他啦 應該說還是會有點怕啦就是 如果說一次要面對可能5隻的話呢我可能會死得很慘這樣子啊但是一次 一次就面對1隻然後我如果還有時間說可以那個補血的話呢就只要就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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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他直接在我旁邊 刷出來啊這個是 這是什麼狀況 他他是在這個地方是他的會出會出生的地方是不是 好驚險喔 如果在這邊一直出怎麼辦 他在這邊一直出我還是會死啊因為他好像不管怎麼樣一定會來咬我的啊 但是剛剛一看我的體型好像已經比他還要大對不對 沒想到要到達等級60才有辦法到達這種境界 然後我們再看 哇下面那一隻看到沒有 他似乎又顯得更小隻啊那麼一口吞了啊 一口吞不掉一口吞不掉 但是可以吞掉其他的東西 而且吞的範圍呢也變得很廣啦 現在真的是隨隨便到哪裡都可以隨便亂吞了啊 而且反正我我一口嘴巴張開有沒有 我在很應該說範圍都很大你都可以咬得到了 這個這個真的是 這一集 充滿了 讓我充滿了無限的思考 讓我充滿了 對人生的一種新的體驗 大家有沒有這種想法 雖然大家會覺得我很屁對不對 我一定都是在屁的這一切 都是我屁出來的 從來沒玩過一個這麼有教育意義的遊戲真是糟糕 好啦錢有這麼多的話呢我也不想要浪費了但是這一集的時間呢已經差不多了 我會忍痛就把它給結束掉了然後下一集的話呢我們我直接去選其他的魚來玩好不好 這集在這裡先結束了感謝大家的收看我們下一回再見了 大家掰掰 BYE